河南2月初二有個習俗的叫做打秦繪 有消病解困的功效 相傳摸摸自己身體有病的部位 再摸摸秦繪像相同的部位 就可以將病痛轉移到大奸臣秦繪的身上 嘩,好討厭他 我覺得現代領導人應該參照這個做法 就例如就來做政協的好特首689 歷史我覺得自有功論的 看看將來時送花的人多 還是打秦繪的人多 我是愛國移民顧問MJ 前排CCTVB的節目 女受訪者說為了買樓 吃屋期住屋期 一元家用都不給 買衣買東西全程男友給 嘩,買樓買到這樣 不如暗角打獲猶太人 或者打狗689 579 入去住政府監獄算了 為何會有這麼可悲的邏輯思維 真是想起都真心覺得可悲 我是強國生還者阿溫 開咪的時間 很多特首的候選人都入閘 薯片叔叔入閘 林謝入閘 胡官都入閘 差葡萄淑儀未入 我客觀分析,為了香港好 葉劉淑儀一定要入 因為沒有了他 香港人是沒有那麼多歡樂的 我是強國生還者,白騎 好,歡迎回來這一集的 強國生還者 大家好 又回來了 我們繼續生還 話說上集訪問嘉賓鄧龍威先生 最後說到我們想送一些書 我們在這裡作出一個呼籲 如果大家有看完的書 覺得值得推介給別人 其實都可以和我們聯絡一下 我們一次過把書記 反映一次過運費一箱 我們在想寫什麼書的同時 原來我們發現我們和鄧先生這麼好談 其實原來我們都有一些共通點 我們都很喜歡看書 我們都是讀書人 我們是文人 不過大家看的書不同 有些人是看《要生命》 有些人是看《蛇貓狗》 如果兩位Vin和八騎 你兩位有什麼書 推介給我們的嘉賓朋友 其實小弟喜歡看小說多 以前小時候都會看很多 什麼什麼演義 基本上我從《風神演義》 開始看到徐堂演義 小時候的時候 這類型的小說 因為我的嗜好就是 看書聽聽音樂 能夠和別人說的嗜好是這些 看書聽聽音樂 最近也有些小說正在看 最近在看《冬夜龜吾》 日本的 我覺得挺值得推介給聽眾 因為Vin經常出差 出差可能在酒店那些是苦悶 所以看書的時候 坐車也比較多 現在有急流感 對 急流感 關什麼事 大家再心中說吧 我真的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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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懷疑了 所以他經常推介一些 在內地很流行的書 東野龜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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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是日本 東野龜吾 絕對是日本人 日本的作家 主要是寫一些原儀的 或者是偵探小說 應該是原儀的成分 多一些 名作的包括很多拍過日劇 例如《神探加利略》 《神探加利略》 《百夜行》 日劇可能大家有看《寧奶瑤》 《流星之伴》 這些都是比較 因為我沒有看過日劇的 這些幾套 我就純粹看小說 看小說覺得 真的是很引人入星 基本上由看本書開始 你就放下不了 還有為什麼會接觸這個作者 因為長時期 或者五六年我接觸的時候 他都基本上在國內的 什麼新華書店 或者國內的書局裡面 絕對是最賣得的 最賣了 最暢銷的 我都覺得正想說這件事 我不知道大陸那些書店的機制 可能有什麼文化局去篩選 《冬夜歸吾》 我見過這麼多個外國出名的作者 是能夠正正式式地 把所有的作品 放在書家裡賣的 是《冬夜歸吾》 可能主要是沒有政治成分 純粹是一些推離 去猜測兇手 或者兇手是怎樣怎樣 但好看的 還可以的 值得推介給這麼多讀者 其實我第一本接觸的 應該是他第一本出名的 叫做《放學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回去看看 或者這麼說 《百奇》有什麼書 《放學後》是否出過遊戲 《放學後》 這個是我中學時期的遊戲 《放學後》 《放學後》 你想玩嗎 中學時期玩的時候 要很小心 要媽媽不在家才可以玩 《放學後》 《放學後》 那遊戲 那本書有關嗎 這麼好看嗎 沒有關 愛情動作遊戲 我從小到大都好 喜歡看書 充滿好奇 充滿好奇 又漫畫又看 廖山明的《龍珠》 《不調師》的《城市獵人》 我也有看的 還有 如果我真的看一些 叫做文字多一點的書 我喜歡看一些 跟歷史有關係的書 未必一定是歷史的書 跟歷史有關係 可能是一本小說 或者一本傳記 例如什麼呢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那本書 我想出了五十年左右 五六十年了 叫做《流離的王妃》 王妃當然不是在唱歌 鄭亭峰的Fan 不是鄭亭峰的Fan 那《流離的王妃》 作者叫做《愛生角落》 《浩》 三點水一個高數的高字 我發音法不準 《浩》 《愛生角落》 他是什麼人 他本身是一個日本的王族 為何叫《愛生角落》 他嫁給活代皇帝溥兒的弟弟 溥劫 很有趣 為什麼叫《流離的王妃》 就是說 他嫁給普傑的時候 當時已經是滿洲國的時候 住在東北 後來很明顯打輸了仗 他們打輸了仗 到處逃難 後來他用日本人的身份 輾轉很辛苦 經歷很多很慘的事情 最後回到日本 跟他的子女回到日本 因為普傑最後被捕了 分隔兩地 直到幾十年後 兩個人再見面 這個故事是說 他跟他老公 普傑之間的感情 雖然他們兩個其實有少少政治婚姻 但某程度上 慢慢反而紋身了一種真的感情 他有一個女兒 現在還在日本 在日本 即是子女後代已經在日本 後代已經在日本 後代已經是日本人 是日本人 說日文 我們看完了 我看完了 普傑應該不在很久 普傑不在 普傑九幾年的時候過世 普傑更早 普傑六幾年已經過世 挺有趣的 真人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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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說也不知道有一個人物 他有拍過日劇 拍過日劇 日劇說 足夜內豐和常盤貴子 好像有些人 日劇說外申角羅浩 即是他做主角 但日劇的名字應該不是叫做 流利的王妃 好像有另一個名字 但他有一個名字 也叫流利的王妃 有一個副題 聽眾如果知道 可以提點 說他的事跡有甚麼最有趣 或者最引人入勝的地方 他最引人入勝 第一 你看到很多 當時所謂 即他口中的皇室內幕 即他滿洲國 或者他抱怡家人的事情 第二 反而一定會牽涉很多 歷史或政治的事情 但反而 其實這本書 他自我描述 其實是一個很普通或簡單的女人 想要一個很完整的家庭 或是想女兒快高長大 反而這樣 從而導致對比很大 他是一個亂世 以及他的背景 說你全部是王族 但其實我是想要一些很簡單很普通的事情 因為他們兩夫妻 自從打完仗之後 都分架了十幾年 一個在大陸被人勞改 即中國大陸被勞改 即是他的老公 而他在日本 做回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 但中間一直靠寫信來往 其實都挺感人的 無論他這本小說 或者我看過那套劇 還有《長盤貴子》 做更加感人 好 白旗就重複一下書名 如果大家讀《聽鐘》有興趣 都可以聽聽 是《流離的王妃》 《流離的王妃》 聽到挺有趣 不聽不知有什麼人物 還有很多歷史的事情 在他角度看 是一個獨特的觀念角度 他的身份背景也有趣 或者一些歷史事情 在他的眼中 可能是在家裡的書 是啊 都挺有趣 有多大本 多長的一集 那本書很薄的 百多兩百頁 可以借來看 其實講到日本的小說 包括我所說的《冬夜龜馬》 或者《八旗》剛剛所說的《流離的王妃》 還有一本 我自己推介 越看越深寒的一本書 不知道大家看過沒有 其實是《八旗借給我的》 《人間失格》 這個真的是 有漫畫的 是虛擬小說 不是 是講一個人 他是從小到大 一個男生 從小到大 是一個很好的背景到長大的 到長大 搬了出去東京住 慢慢覺得內心很空虛 然後又沉迷毒品 淤酒 開始變壞 由一個壞人變成好人 完全是有個老婆 過著安穩的生活 自己有一份正常的職業 又由好又沉淪回去變壞 整個過程 但你一看 在哪裏呢 因為其實《人間失格》這本書 他講的主題 就是人性的醜惡 還有那種空虛的主題 主題 他在他的文字裡面 說 其實他去到最後 是對人性感到完全失望 完全沒有了希望 我覺得 我見到Vin 雖然他樣子壞 未必會害我 但他覺得 會一個人 樣子壞如Vin 或者美女 都覺得是想害他 突然想吐 是有種 你會給作者的文筆 或者看漫畫都可以 你會被他感染 你會覺得 他又未至於被出賣 只不過當時有一個工作夥伴 強姦了他老婆 其實也是沒什麼 但他老婆為他付出很多 後來又被迫 又要離婚下去 但之後的遭遇都很恐怖 都算是真人真事那篇小說 應該絕對真人真事 他是半自傳 其實是人間失格 這個名字 其實他的意思是 什麼叫人間失格 就是喪失了做人的資格 所謂人間失格 其實這本書 是日本一個殿堂級小說 非常出名 甚至可能一些 日本的教科書 都會讀一些章節 作者 是日本一個 超級殿堂級的小說家 叫做太宰治 太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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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作品 這本書 對MJ來說 相信也不是很久之前 這本書是1948年出版的 對MJ出生前兩年 我阿爺也出生前兩年 我阿爺也出生前兩年 我這本書是先看漫畫的 後來我剛才知道 百祺有一本小說 一本書 我再看一本書 講到黑話這些變態 人性的 九八刀都可以 不是 我覺得日本仔是厲害的 他們寫一些很噁心的東西 寫得很噁心 沒有什麼人可以超越它 但是用文字來表達出這種無助感 或者這些黑暗面 我覺得日本人是 是厲害的 是高手 是高手 你剛才剛才說的九八刀 我的確如果想 大家如果想聽一些趣味一點的 覺得看書無外乎一種娛樂 我看一看九八刀 首先一來他近代一點 百祺那些 1948對他們來說算新的 那次講的電影他講些什麼 1920多年 神經病 我喜歡看一些近代的 因為他會講一些 沒有辦法的 近代有這個時代感 小說裏面出現的情節 例如有一節他可能會講 陳彥禧結婚 這些是現實發生的情節 就會有一個代入感 這個是好 還有如果說寫文章那種 那種級數 如果要給分的話 我覺得譬如一個 冬夜鬼不這樣計 個人觀點 冬夜鬼不寫的 可能都有六七十分 但九八刀可以去到八九十分 OK的 九八刀 還有他有一些 比較跳皮獨特的想法 例如我上次借你那本 《少林第八童人》 都覺得很有趣 可以描述到 以前的少林子是怎樣 貪污 行賄 你要過少林十八童人 你要付錢派片 其實九八刀的風格 其實是有少少 他喜歡走少少奇幻 那麼多的路線 他用台灣的說法 就是亂來的 即是亂來的 完全是離開了你本身 對那件事的看法 又或者他本身有一樣很平常的東西 但他又會想到很多角度 想到很多不同的角度 《九八刀》的書我幾乎都看完 《殺手》系列 《獵命師》 我都覺得很值得推介 如果你喜歡看故事 還是小說 不過回到強角買書 《九八刀》的書 我發現不是很難買 是嗎 包括我最早期 《獵命師》 剛剛我們所說 《獵命師》應該是有二十本的 大陸就變成家後版 應該是十本 我買了六本 我最初不知道原來是有十本 即是家後版 我買了六本之後 看完我發現應該還未完 剩下四本 我到現在都買不到 正式來說應該有二十多本 我也不知道強角買到的 究竟是否《九八刀》正式授權去賣的書 一般紅的那些是會買到的 《那些年》 我去書局 我直接去問櫃桌 《九八刀》作者只有一本 一兩本 上次我也試過 我也不太明白 究竟你有還是沒有 包括我上次借你看的那本《禪寶》 現在出了 還在等第三本 它應該是三部曲 但我和你都看了《一二》 《一二》我想買回大陸 都是沒有的 應該沒有 這麼新 禪寶很多年 應該兩三年前 不是新的 OK 不知道是否大陸封鎖《九把刀》 還是怎樣 它都是政治意識的 如果在大陸人的角度 可能會支持台獨 絕對和政府不是一個 大家對等 大家是一個席位 一定是支持言語自由 所以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同樣是中國人也好 台灣人也好 《九把刀》的書是很少的 在國內新華書 怎樣怎樣 但《冬夜歸吾》的書 基本上用國內的書 是堆頭陳列 整個假都是 是很厲害的 如果你說最暢銷的作者小說 應該就是《冬夜歸吾》 我想多說一本 日本人寫的小說 這個比較近代 1952 其實很多聽眾的一個 一定有聽過這個名字 《銀行英雄傳說》 這是一個小說嗎 其實它本身是一本小說 它的卡通是改編了一本小說 這個也是近代 即是近代一點 近代一點 不是我們小學的東西嗎 還未出世 反而銀行英雄傳說 我小時候是不會看的 近幾年越看越有味道 因為其實它裏面說很多政治的東西 即是它說很多政治的含意 或者說很多政治的鬥爭 你們看卡通片 我看小說 我聽說過 在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 有些人介紹過 有些有些 有些 那時候很多人 不明不完全 以前不理政治的人 都開始理政治 接著有些人就說 推介你看 銀行英雄傳說 很多政治意識 而且你是全齊了 你猜大陸有什麼賣呢 大陸有 香港英雄傳說 是一個很熱的書 那我先淘寶一下 可以在香港買一下 因為太貴了 例如剛剛所說的 一本 剛剛所說的聶明詩 香港賣就真版 就是一開二的 一開二的情況下 兩本 就應該是一百四十幾元 聶明詩 兩本 那如果是在大陸買 十幾二十元一半 那你的價錢差十倍 就是作為消費者 證明如我 但是我在大陸 在強國買書 有時有些 擔心 就是有些位置 會被剁掉 會有的嗎 即是那本小說裡面 會剁掉的內容嗎 其實不多 不少會有收 小說可能會比較好 小說可能會比較好 小說也會有敏感 有些應該會想 它直接不可以進入 有些 不多不少可能會有生減 或者一些修改 不多不少一定會有 回應問題 我在大陸買書 絕對是正版的 因為我在新華書局賣的 或者淘寶也是新華 應該是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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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就一定是正版 我看很多正版 書城應該都是正版 上個星期 和我妹妹在大陸 做完一些事情 辦完事 之後去書局 然後我妹妹跟我說 我妹妹很少去書局 在大陸那些 然後他說 你看看 那個人明不明 有些書 是封好了 用一些交代 真空的鎖好 他說那個人 完全撕開了交代 坐下看 那本是甚麼書 普通小說 為何用交代封 大陸 其實大陸 是新書 一般書局 不是雜誌 一般書局的書 基本上應該都是交代封 為何我們會看到 那些書沒有交代封 只不過你之前有人 可以有交代 看完再放進去 他應該會有一本 或者兩本 讓你真的在看 然後有些是封好 讓我賣 但封好那些人 都這樣炒 那些就是沒有品 在強國 我是 我真的夠膽 你肯定些甚麼 當然第一 就是第一 你買政治書 就死定了 有政治書買 有的 黨報 有 黨是如何建成的 類似這些 有 沒有共產黨 沒有新中國 類似 類似 中國歷史很多書都有 很多經典的 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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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全部都有 但我寧願 給那麼多錢 在香港買 我也不會在香港買 我以為 你懷疑的原因是簡體字 相信我們都看簡體字沒問題 第二 就是以前 我記得應該就是九十年代尾 兩千年頭初的時候 那些國內的書 真是脫皮脫骨 一邊看都有跌出來的 那些字 但現在真的好很多 好很多 我拉遠一點 強國反而買甚麼好 我以前試過讀書 即是真的去報課課讀那種 然後我讀那些 business 那些科目 就算是新華書店 那些也好 那些是有一本 如果我賣一本 在香港賣一本 類似一些 又不是model arts 又不是練習 可能那本書是整本書 講市場的 那裏面有很多牛津 可能那本書賣了幾千元 幾百元 在香港賣 是英文的 如果在強國賣 它會影印版 影印版 可能是百多元 即是十分一價錢 甚至十幾分一價錢 即是真的影印版 它真的寫著影印版 它真的寫著影印版 你拿著實物呢 影印版 它不是 它真的好像一本書 但它全部裏面變成一百 但它那些 內容是一樣的 我看過 即是可能說一些 這些應該是侵權 對 但新華書是怎樣賣的 即是 business 案例 大陸有版權 也有的 有 它說有就有 我都在大陸買書 我通常會選一些圖畫系列 我就可以在大陸買 何謂圖畫系列 幾米 即是玉袍團 圖畫多個字 新華書店有玉袍團買的嗎 好像有 Vin這個我想問你 突然間忽發其想 強過有一個鹹書買的 應該真的沒有 但我看過玉袍團 我不肯定 上次在書店見到有 室樂園 我室樂園不上鹹書 也有些少許描述 我猜新華書店應該沒有 玉袍團 我在書寶攤見過 其實它是一本雜誌 多過一本書 是雜誌 是否一些程式文學 類似健康畫報 不是書 不是雜誌 就不是香港色情書刊 其實我沒有買到的 但封面是有這麼多次的 當然沒有這麼無骨 下次Vin你去強國那裏 人體藝術 下次Vin你去留意一下 我可以買到一本強國的鹹書 這些不用賣了 上網也有 沒有看過 你想要是誰人體藝術 還是誰人體藝術 香港的鹹書 我小時候 有些同學借過來看過 但好像沒見過 有些人覺得 這件事是不好的 這件事不好的話 就不會有理 這件事是不應該這樣賣弄的 不要說 不要說 真的我沒見過 也不敢買 我試過 以前有個朋友一起去旅行團 我記得是海南島 八旗最喜歡海南島 一下機的時候 其中一個團友 因為以前那些團很簡單 一個領隊帶著三四十人 然後有個團友應該買了一些鹹書 當然他們成年 賣了一些鹹書 什麼Payboy 龍虎炮 即是乘車的時候看 不知道他回去打飛機看 還是怎樣 不知道 但真的被海關查了 因為海關有些書看 那個年代已經有 然後看到那些書 繞釀了很久 我就上了旅遊班等 還不是開車 導遊笑咪咪 走過來 有人帶著禁書 然後幸好沒事 那一刻 沒事 我當時 你也帶過Mainboy 我反強過出冊 我連毛澤東專政實錄 我帶我都沒事 如果當時查到你 我想你現在還在大陸 我帶毛絲又在車上看 毛澤東專政實錄 他可能不認識這本書 以為是歌頌毛澤東 是否英文的 中文的 我這樣聽到也像是歌頌毛澤東 毛主席一向很偉大 拉開一點 我覺得我N年前 還在羅湖商業城 在香港的時代賣翻版碟 我忘記在香港帶色情光碟過關 被人拉 還是在大陸帶色情光碟過關 大陸應該過關來香港 應該沒問題 不是的 我記得是大陸海關拘捕 他通常是入境的時候 不是 你講那個不是色情光碟 是賣翻版碟 應該是香港拘捕的 因為你這些是翻版 色情光碟沒有正版 據我所知 有 日本有的 這個再講 日本有的 都不便宜 這個就真的不得而知 所以我 據我所知 應該是不給帶過關的 據我的理解 其實我們不是說 一些很文藝的書 為何說一下會被馬琴拉 你這些色情的 有些是不給帶過關的 說到這些色情的 我們現在強國新環者 就是講講強國有些什麼限制 都要知道的 我試過真的帶蘋果日報 坐飛機 理論上是不行 不過我那次過關 他看一看 然後也讓我離開 他說什麼來的 報主都沒有 應該是不行的 如果蘋果 應該是絕對不行 一週刊 我都帶過 我還是帶給大陸的朋友 他們很多時候 就算他們不是廣東省 他們都說 不如下次帶一部一週刊 過來看 他說不是這樣來玩 然後 捉到真的罰得很重 後來我又不知為何 我瘋瘋地氣 好像跪上身 我真的拿過去給他看 你純粹自己看完 帶過去而已 他海關沒有週刊 甚麼都可以 然後他還傳了 一週刊 看看是否真的爆 但那次海關直明明 看到我拿著就是平安一步 他都沒有 即是你 早排而已 對,早排而已 我經常都喜歡買一份報紙 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 就是自己看 他也有我的 當我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這些真是時鬆時緊 很難說 真的很難說 不過 回來 我們回到最近的小說 因為我們都要聊一聊 我們要寄些甚麼給鄧先生 鄧先生說要以天 你本身是甚麼 我有射雕神雕 有天龍百步 以天可能我們現在 有一點心意 代表強角生還者 我們自己買一套寄過去 我自己覺得 應該是 總之趣味性 我覺得趣味也不錯 歷史小說也不錯 還有一些功能系的書 甚麼功能系 即是那些 如何打好人際關係 我就覺得我比較悶 你這些還不是正確 如何焗蛋糕 Google試試 成功的這些 我很怕這些書 但這些也是國內買得不錯 我很怕這些書 即是馬雲造封面 那些 如何成功 那些人給我看書 我真的怕 即是香港也買得好 香港最好是這些書 功能系 功能系 感覺是看完之後 你會變成馬雲 他以為自己會變馬雲 以為自己會變馬雲 即是這類型的書 我都很少看 即是你說看 可能真的看一些 外資企業 我自己看 有看過甚麼 譬如寶傑 寶傑就是P&G 譬如他在華的發展史 這些我可能真的 你了解一下 我也是做快銷品 藥品 寶傑很多 他理解一下 當時怎樣做 即是這類型的書 會看一看 但如果你說馬雲造封面 如何發展 海底撈也有很多書 海底撈也有很多 我有一些客戶的辦公室 也有一本 海底撈的成功之主 我有些怕這些書 但其實那些 我覺得都是催 我想說 真的催多 都有可能 都會說少少的 即是有真實的一面 我相信 不過如果說開書 我們其實可以說一說 現在很流行的 國內很流行的 一些網絡小說 其實香港也很流行 香港很流行 你是高登仔 我不是 但網絡小說其實也有很多 因為大家 我想我們現在看的電視劇 電影 我想比較出名的或者流行的 很多都是在網絡小說改編 這個世界現在都跟網絡有關 以前大家看電視 大家看Facebook 以前電話用來聊電話 現在用來上網 看資訊 看書也是 在書本實體書的出現之前 原來現在網絡小說 可以是實體書的前一部 在網絡上開始暢銷 然後開始多人like 多人讀 然後才有網絡小說 我們其實都看過一些網絡小說 可以推介一下給大家 下一節回來再說 好 下次見